大家好 今天 今天早上来这边看日出了 齐猛了 凌晨四点多 五点到这边了 结果还 天还黑着 然后像留在这边吧 然后正好晒太阳 今天这一天就海边 然后今天这个意大利留学呢 预祝册册已经结束了 昨天 我们这个 对啊 最后一个学生预祝册 晚上国内的文案老师帮他预祝册的 其实想想这几年 意大利这个留学 就是你移民也好 润也好 包括之前我们这个 我这边的邮箱 我这个写在上面的那个邮箱 也有人给我留言 其实仔细想想到这个西方国家 也别说意大利有多好 但是它也不是太坏 它是最简单的 就是你像我们这边 如果你申请本科的话 国内学生 你只要有高考成绩就行 你哪怕中专 你只要有高考成绩 你随便考个分都行 也能来 在国内稍微学学语言 或者是你一下 特别牛逼的那种 一下是400分的 直接零语言到意大利 还有国内那种民办高校的 包括那种 叫什么呢 怎么说 二本 是吧 包括那种合作办学的那种 中外合作办学那种 本科毕业的学生 你只要有学着学位证 本科毕业证 属于统招的 那就行 OK 那你就直接来这个 意大利这边读硕士 就是你也读硕士到这边 也是语言零基础 如果你选择意大利语首课的 语言零基础 学十个月 其实不就这么过来 尤其北京领区的 重庆领区的 包括上海领区的 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广东领区的 在广州领区的 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他要有你那个资金证明 流水 这个要的比较多 北京领区那边 其实要的不多 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 我们之前有一个天津的 一个小伙子 几年前 他家里就五万人民币 结果签出来了 因为他没有一个确定的 一个费用 昨天我们这边有一个 兰州的小伙子 问 回祖啊 人家学舞蹈 就问 他说这个 我家里如果这个流水 在北京领区 选择多少比较好 我说其实啊 北京领区就是我给举那例子 五万人民币就出来的 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 我在意大利这边 别的城市 我趴多少钱都不需要了 以前别的城市 你得有一年呢 学生居留延续 有个资金证明 得有一个 在意大利的银行卡里面 存五千到六千欧 你算 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一比十的话就五万 对吧 那你其实他签证这边也是看这个 所以说 第一个呢就是 你不用准备太多的资金证明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 我们今年接收最大的一个学生 学生是85年的 85年的 去年是88年的 然后最早有一个是38岁到这边读本科的 都遇到过 这个80后的现在每年都有 越来越多 这个 包括之前有一个江西的 人也想说到这边 看看 哎 要不就换一种活法 看看怎么样 其实 这边 我就觉得这个 意大利的 适合我这种人 就是没有什么异地之长 比较懒 然后没有那种太拼搏的精神 但是他饿不死你 哎 但凡那你 你工作点啊 你稍微有点工作什么的 哎就行 意大利也不需要太好 嗯 你 你有个驾照 对吧 就行 那有人说这个 那一般旅游商到这边工作什么 我说你呢 要如果你英语 英语好 你呢 可以到这边的这个旅行社 你看这两年因为疫情嘛 弄的这个 包括做核酸的也好 包括这个卖机票的也好 人家赚钱赚费了 是吧 你这样的话 你旅行社的话 其实他要求你英语就行 反正你也面对中国人 你要遇到这个其他外国人的话 你跟他说英语 这儿都没问题 要不就意大利语的 你学意大利语的嘛 你意大利语的话 你就直接像会计师 事务所 旅行社 这些 就是这些东西 我就挺适合你的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你未来 你首先反正你得有一门语言好 对吧 不是到这边卖苦力的那种 也用不着 也用不着你卖苦力 就以这种留学的方式出来 然后把语言学好点 是吧 所以说呢 就是肯定都饿不死 瞎家巧 就是这个意思